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 《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熱德台洋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西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 反岩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想說說 加拿大阿杜魯多先生 其實近來他都是很麻煩的 其實對他來說也不是很麻煩的 不過對加拿大的聲譽來講 發生了一件令人發指的事 大家都知道在一個 Kentles的地底 就找到那間前原住民基宿學校下面 就找到一大堆小朋友的圍骨 對於黑歷史刮出來 杜魯多當然說我們會追究 但是很奇怪地 他在昨天6月4日 他突然走出來說話 竟然又見指中國 說什麼? 他整天都手指指 這傢伙 他是很小手指 對中國這些勒手話題 他是很小手指指的 因為其實他是被人夾到爆 那些反對黨不是美國 想夾他對中國 採取不友善的態度 就是要他埋位 埋到好像澳洲那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他一直都是耍太極頂下頂下 但是這次他竟然主動出擊 哇 我們會在G7峰會裏做一些事 做什麼呢? 那我們講一下 杜魯多先生是說 北京主辦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 會為有關的國家提供了 我對中國人權紀錄施壓的機會 並且說 中國只有在面臨聯合陣線的情況之下 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 所以我就會在下個星期 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 提出這個問題 七國立集團就會在倫敦開會 他們個個都會飛去倫敦那裡聊天 就是親聊天 不是線上聊天 就是這個金帽裝就會跳了舞 哇 英國九合諸侯 真是證明我們英國每個人都打了疫苗 他現在很著重這件事 所以英國的疫情都好像越來越嚴重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峰會呢? 我相信影響不到的 我相信英國的疫情都會升一千 英國病得多嚴重也好 這個G7一定要搞得成的 那倒是 就好像奧運會那樣 是啊 這次是威不威的 這次是威威的 還有G7峰會他們不是交際有什麼好處 然後可以拘捕可以找或者做大茶飯 而是合計怎樣對付中國 這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那我就再引述他說 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壓力非常尖銳 尤其是中國明年將會搞辦的運會 中國很容易對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美國所說的話 自知不理 但是當我們國際社會傳奇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影響他們自己的算盤 一盤算 我怎樣不理 其實中國很容易對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美國的說話 自知不理 每次他們罵 中國都要回應 你看外交部其實做了這些很麻煩的事情 這些回應是很無聊的 我們幾多次引述了中國外交部說話 是啊 講壞些 你整個人民法庭又要回應你 你美國說 他們那個地鐵 那份報紙 紐約時報說 我們美國地鐵系統被人hack了 跟中國有關 又要他外交部你 這些事情中國沒有做過 當然跟你說我沒有做過 我又不相信你 那你想怎樣呢 你想怎樣 你們基本上每一份報紙 每一個人說過一些事情 都要外交部去理 說了你又不相信 別人說謊你就去理 那你很麻煩 還說別人不理 真是吹脹 現在還要跟其他國家一起 就是夾計 撕壓中國 你要撕些什麼壓力 究竟 是不是大家 以後不不相往來 不做生意 這些的撕壓呢 那還是萬事 加起來多些不同的國家 把一些軍艦 駛到亞洲呢 即現在還不夠啊 亞洲呢 目前除了有美國的主軍之外 英國的航空母艦也在去 當中也有德國的戰艦也一起去 是吧 還有法國也都會去 在那裏搞演習 又搞訪問 是不是開派對呢 將這些事情 扭造成為向中國施壓 其實就是非常可惡的 我個人認為 可能這些國家 都只不過是想重溫一下 帝國主義的舊夢 哇 想起我們一百年前 這麼多國家一起 集結在亞洲東亞上面 那種威風 今時今日又搞一次啊 是不是 今時今日的中國 不是一百年前的大清朝啊 這些這樣的 炮南外交 是 是非常可笑 我個人認為 非常可笑 而你加拿大 竟然到今時今刻 啊 還說這些話 喂 過往一直一直的日子 中國都是奉行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堅持互相尊重 互不干接內政的原則 基礎上 和世界各國友好 包括你加拿大的 為什麼你加拿大 不是 用一個 互相尊重的原則 來對待 一些的 都算是 一個 友好的國家 那 加拿大和中國 有不友好呢 現在呢 就真的多得加拿大政府不少了 就不停在一些 自內政上 中國的內政裏面 橫加勾涉 又說 中國 在新疆有人權問題 又說 在香港有人權問題 這些 無端的指責 已經回應過很多次 你還要說自之不利 還要再施壓 那究竟想怎樣呢 是不是 不想參加 冬季澳運會 我的看法就是 加拿大不想參加冬季澳運會 沒什麼所謂的 損失的 不是中國 損失的是 加拿大的運動員 加拿大的運動員 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被戰的 每個運動員 四年一度 就是為了這一刻 你將他們的未來 運動員的未來 是加拿大的運動員的未來 換成一個政治籌碼 來向中國施壓 這個是不是很好笑呢 我覺得 損失的不是中國的 你們就不要來 損失的是加拿大的運動員 所以是非常好笑的 借冬季澳運來製造話題 非常可謂 不過呢 杜魯多到現在 都沒有向運動員施壓 首先 我講我這邊的視覺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出 叫運動員去抵制冬季澳運 他沒有說 是啊 他沒有說 加拿大奧委會 也是反對抵制冬季澳運 並且說 不會迫 因為這樣做 是不能夠迫使中國去做任何事情的 因為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加拿大奧委會 奧委會實施運動員制裁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喂 中國不會實施運動員制裁的 是一定 希望你們快點來 美國 我只說 反對美國 反對北京的冬季澳運 會實施運動員制裁 基本上是不會的 其實現在所有事情都埋著 但是 很明顯很多人是想 藉著這件事向北京 就是搞歪北京這件事 搞歪北京 最明顯的當然是新疆佬 那些維吾爾人大會的那些 我們剛才也有一次說過 第二個當然就是香港的那些 那些什麼梁仲恆 冠聰那些傢伙 是啊 講到這裏 或者我可以預示一下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相信 當時隨著時間推演 這些這樣的組織 這些傢伙 這些傢伙 會向運動員施壓 你去北京參加冬季奧運 就是支持北京的人權的問題 支持北京在新疆凡下的種種的罪行 這樣就可以了 針對個別的針對這些運動員去施壓 例如網上欺凌 把他家人的資料都放在網上 到他飛起 他是會造成這樣的問題的 究竟你們加拿大總理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他想過這些問題 所以他是 他是盡量避重就輕 我個人看法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是要做些噪音 因為他現在在國內被人夾到他爆 我認為他沒有考慮到 運動員的人身安全 他們不是那些所謂的人權組織 維吾爾什麼什麼什麼組織 你真是當他們好人嗎 他們可以欺凌那些運動員 可以這樣做的 還有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姜毒組織 其實他們有些人 是真的加入了這些恐怖組織 這個是西人 你西門都這樣說的 西方都這樣說的 那些敘利亞那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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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會搞到自己一副都是 台洋說得對 搞到自己是傻的 這個總理是 當然他其實是為了救自己的 因為現在我們這邊的保守黨 就經常借一些椅子去摘他 最新近的一招 就是現在說的 就是那個 Winnipeg 我們Winnipeg 有一個 又是病毒研究所 就說有兩位華裔的研究員 被調查完之後 就不再續約 請走了他 現在呢 就被這個敲鑼打鼓 我們講過被中國制裁 那位保守黨國會議員 莊文豪先生 就被 亂了其他那些 就敲鑼打鼓 藉著這件事 就說你杜魯多 太親華了 對華遠仰 我們兩個米糕怎麼辦 等等 所以杜魯多 就誠誓說 好啊 我在G7提出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在G7提出這些東西 就說大家要團結對中國 那當然美國那邊 我相信也給他不少壓力 想逼他轉軌 轉到澳洲一樣埋位 那他於是就說 好啦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收了拜登的 疫苗打人牙膠院 所以他就走出來說 好啦 由我天頭 我們講過很多次 加拿大是在外交上 做美國的前鋒的 因為他經常說 我是一個nice guy 希望他由他牽頭 這個人 我覺得他沒有全部考慮過後果 不過還有一件事 加拿大 杜魯多 你過往的 也算是祖先 上幾代的 其實都是同一個 加拿大這個國家 以前的人 對一些原住民做過什麼 鋪天的罪行 100年 140年 河天罪行 大家都知道 那他可能是 又藉著這些事 就告訴別人 我們都仍然是很講人權的 那 補一隻鋒 那補一隻鋒 是不是應該好好地 修補和原住民的關係 先 注意一下 為什麼加拿大的內政 會更加好呢 而不是去橫加指責其他國家的內政 與其是花心思 如何去對付中國 倒不如 去想一下 想一下辦法 如何和原住民 達成一個和解 有什麼賠償 如何可以令到原住民 將來生活更好 以及如何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這些是否更好 是否更加合理呢 你自己的事情都還沒搞定 就是指別人 你指別人的時候 指又指得不對 到最後呢 就飛回給自己 就是這些回力錶來的 其實 不停地扔回力錶 拍一聲打到自己的臉上 這麼白癡的 現在沒辦法的了 上那艘船 我相信這件事是拜登叫他 喂 你動手啊 布林肯 拜登說 布林肯 你跟我跟那個年輕人說幾句 我小時候抱過他 哦 喂 你的小叔叫你做事 敢不敢不做 給你很多疫苗 做做做做做做 我相信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仍然是給他一個好的希望 沒什麼希望的了 我覺得 你對他沒什麼希望 我就對他有些希望的 這個東西其實是軟皮蛇爛爛爛的人 左舍右 右舍左 當然了 我不希望 因為這件事情 令到中加關係又進一步加深 其實是很差的了 大家的關係 老實說 大家的關係是很差的了 是 不停地 長期堅持堅持堅持的了 他們重覆 又重覆同樣的說話 是不是 你不煩嗎 加拿大 真的 沒有辦法 威脅 威脅 人權 可笑之極 根本就是 煽動反華情緒 搏取眼球 毒化 仲家關係 這些做法 毫無好處 是 但是對於這個 杜魯多 來講 他要穩住裡面 他才站得住腳 沒有辦法 現在是被人 是被人圍 他自己 正如我經常都說 他都是被人夾 所以他就上了這個戰車 我就不會同情這個人 唉 你搞定 我是有點同情他的 中家關係 是他爸爸流下來的最大遺產 你必須說 他爸爸流下來的遺產 就被這個敗家仔敗了 那我又不 我只是覺得他比較慘 在這種情況 在這個時勢被人夾到爆 那他都很努力的了 沒有辦法 好啦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